選舉送禮要送的貼心 又沒有會選之前 都讓候選人大傷腦筋 談論市議員候選人郭國文 突發奇想 將原本工作人員 背著發文宣的書包拿來意賣 一來可以宣傳 一來可以募還 又沒有觸法之前 給我一舉多得 這個書包 因為很多選民在要 我也不能給 因為給了就很會選 所以說我後來就想說 小小的捐款也沒有成功 就乾脆拿來當 販售 爭取財源的用途 所以我就打算 一種書包兩桶價格 一種就是公本價 那一種就是贊助價 公本價500 贊助價1000 另一位候選人 寧演出的送人 肖像的糖果 以及環保的鉛筆 受小朋友的歡迎 雖然小朋友是沒有選票 但寧演出說 小朋友有些事可以影響到人 那我都會先教他 說燕之外也是為了響應 寫能減碳 以及環保 所以說才會來做 這一組籤筆來送給他們 我認為說我是送給小朋友 然後他的金額也不至於在30塊 我這一組的成本根本就不到20塊 那說如何的會選出來 這也是送給小朋友而已 經歷的選戰中 候選人不只拼政見 連紀念品都要大費小費 所謂爭取選民多一瓶的青睞 記得無數銀台南採訪報道 這個筆心就這麼尖